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书是《芳华》 有这样一个青春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某部队文工团 一群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少男少女 他们因为有文艺才能被挑选出来 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 谦卑羞涩乐于助人的男兵刘峰 可爱马虎擅长讲故事的女兵萧穗子 瘦小隐忍内向显得不合群的何小曼 高傲娇起有些憨态的女独唱林丁丁 香艳性感性格直爽说一不二的好书文 小说芳华就是围绕着这性格迥异的五个人展开 正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所说 小说书写了他们情感的缠绕交集 大乡径庭又出人意料的人生归宿 小说用四十余年的跨度展开他们命运的流转 有着对一段历史一群人及潮流更替 境遇变迁的复杂感怀 芳华是当代小说家编剧颜歌灵的作品 颜歌灵曾在美国获得艺术硕士学位 荣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 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等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 芳华同名电影上映时也产生了轰动效应 导演冯小刚凭借此电影获得了第二十三届华顶奖 最佳导演提名奖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解读芳华的精华内容 你将听到部队文工团年轻人们的真实生活 一个平凡的男兵刘峰如何成为四个女生最难忘记的人 四个性格迥异的同宿舍女生会发生怎样一系列酸甜苦辣故事 从青春年华到不如中年 她们臣服不定的命运最终走向何处 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能够反省人性的温厚和薄情 思考命运的力量和人性的善良与坚强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刘峰这个名字很像雷锋 他也确实很像雷锋 刘峰调到文工团不久 就承担起了国内修修补补的工作 他们居住的红楼年代久远 算作微楼 红楼大小房间里 刘峰留下了无数痕迹 他补过的天花板 他堵过的耗子洞 他盯过的门边 他拆换过被白蚁筑烂的地板条 刘峰把他的坍塌过程推迟了又推迟 他被大家呼唤着 乐呵呵地被拆遣着 在大家谁也不注意的时候 带着榔头 悄悄叮叮 打过营房 女兵们和刘峰的熟识 是在他当上毯子宫教员后 女兵们排成七八米长的一队 一个接一个 由刘峰抄起腰板 左翻前桥 后桥 侧空翻等动作 尤其是侧空翻最难 刘峰要在空中接住女兵 再把女兵好好地放回地上 女兵不喜欢一个跟头翻下来 整个人都仿佛刹那休克 但最累的人其实是刘峰 一个半小时的毯子工 刘峰等于干一份码头搬运工的工作 搬的还都是需要清搬清放的易碎品 他之所以摊上这份工作 就是因为没人愿意干 这份工作的重心 全要放在腿上 腿会越来越重 直到刘峰被选为军区代表 去北京参加学雷锋标兵大会 大家才反应过来 这个每天被麻烦的人 已经成了全军的大明星 刘峰从北京回来 帮女兵们的家里人 给女兵们烧回来了好多东西 而刘峰自己的私人物品 只有一点点 刘峰请萧穗子 吃自己做的甜饼的那天 刚好是春节 大年初二 同时她还邀请来了林丁丁和好书文 林丁丁是独唱演员 有上海女孩自带的交点 手脚轻微不协调 增加了可爱的憨态 她有时孩子气十足 有时却能陪首长喝酒 能去副司令家做客 试试副司令的哪个儿子能看上她 年轻的萧穗子觉得 仿佛有两个丁丁 却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丁丁 好书文条件也不差 相艳性感 任何男兵的殷勤 她都不多想 先笑纳再说 也常有所谓的表弟 开着吉普车来等她出去玩 他们边聊边笑边闹 甜饼给刘峰 萧穗子 林丁丁 好书会四人 留下了温馨的回忆 刘峰对林丁丁 是什么时候产生好感的 谁也说不准 但肯定比吃甜饼早 萧穗子猜测 是从姨妈金事件开始 舞蹈队队员轮流 教声乐队演员训练形体 这天轮到刘峰当教员 当林丁丁开始踢腿 刘峰说了句 施点劲 他没有看到丁丁眼里的诉苦 林丁丁踢得不够高 力度却足以从灯笼裤馆里 飞出一个奇怪的东西 林丁丁豁了命一样 扑上去捡起来 这是女人越越要发生的血案 丁丁跑到厕所大哭 他哭得柔软疲惫 似乎看过那东西的人 都用眼睛召见了他 而刘峰站在男兵群里 莫名其妙感到自己 应该负某种责任 刘峰可能就这样 开始喜欢林丁丁 那种生物的喜欢 不够高尚的喜欢 但他却一直在压制这种追求 他追求得很苦 等待林丁丁入党转正 等待林丁丁提干 最终提变成了心灵之爱 这一年夏天 最热的几天 萧穗子注意到 刘峰一个人在道具间忙碌 原来 吹事班的班长要结婚了 新媳妇非要一个沙发 班长没钱买 刘峰看马班长不容易 就想坐一个 听说沙发坐好了 林丁丁的眼睛发出了光芒 被刘峰惊叹道 你还会坐沙发呀 那怎么不请我参观参观 刘峰觉得林丁丁是在撒娇 二人来到道具库房 墨绿和棕色格子的沙发 庞大着实 林丁丁由衷地夸赞 刘峰你太棒了 刘峰有点飘了 对丁丁说 以后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做什么 在刘峰看来 是爱情萌式的话语 但林丁丁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当刘峰说出来 我爱你三个字的时候 丁丁忽然大哭 刘峰一边想给她擦肋 一边又想搂住她 手忙脚乱 又情迷意乱 干脆启毒从衬衣下面开始进攻 丁丁忽然大喊 救命啊 奔跑出去 刘峰才清醒过来 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丁丁没想告发刘峰 在宿舍哭泣的时候 几个女兵也决定不声张这件事 但事情还是被路过的小孩 说给了大人 刘峰从模范的宝座上跌落 成了一个大家口中下流的人 其实 丁丁也忘记了 刘峰到底有没有摸到她 她的身体并不排斥刘峰 只是无论如何 思想上也不能接受 一个神坛上的圣贤 为自己动心 这就好比耶稣忽然间要和你谈情说爱 任何人都无法接受 公开判决时 大家仿佛都忘记了私下的决定 不知道谁起的头 骂声一句接着一句 刘峰也开始骂自己 说自己表面上装雷锋 心里是个资产阶级的毛坑 臭得招苍蝇 就这样 刘峰受处分 不久后下放到伐木莲 从此告别了文工团 告别文工团的人不是刘峰一个 刘峰没走多久 何晓曼也被除分了 何晓曼是私人宿舍里最晚来的 他看起来瘦小柔弱 常常远离人群 何晓曼的亲生父亲是个文人 做过编辑 写过剧本 没成大名 何晓曼的母亲在剧团 打烊琴谈鼓争 文弱善良的父亲 因为对任何人都有一丝谦卑 于是在那个年代 被替包为幼青 他的薪水少得可怜 给妻子上交所有工资后 发现妻子连一个钢蹦都不给他留 甚至没有权利给心爱的女儿 买一根油条 在何晓曼母亲提出离婚后不久 父亲喝药自杀了 母亲改嫁给了一个老干部 何晓曼觉得那是一个老粗父亲 晓曼住进老干部家后 就注意到了母亲如何微妙地陪小心 最好的菜 最完整的排骨 是要放在继父的饭盒里的 继父吃饺子 母亲用饺子汤煮面疙瘩给小曼吃 母亲会为继父剥螃蟹壳 挑挤鱼刺 交继父跳华尔兹下围棋 把前夫教他的一切 重新交给老干部 母亲学会了寄人篱下 眼泪汪汪跟小曼说 要不是为了你有个好环境 我会嫁给他吗 小曼听懂了 母亲这话是让小曼别为难母亲 小曼也该学会寄人篱下 更糟的日子是在弟弟妹妹出生后到来的 小曼用专业的拖油瓶采有的杯签 听着弟弟说讨厌自己 偷偷去厨房拿吃的时 被保母骂像村里的狗 小曼一直在寻找离开家的出路 直到许多年后 部队文艺团体 让何小曼结束了阴暗的童年 初试那天 好书文被何小曼一双 带着吓人凝聚力的眼睛震撼 何小曼被好书文 高艳丽的女兵样子震撼 复试那天 何小曼真的把命拿来复试 前空翻没站稳 后脑勺直接砸在地上 但她一咕噜跳起来 用疼歪了的脸跟大家笑 她顺利通过了服饰 童年结束了 没想到的是 何小曼不可逆转地 走向了虐待她的心集体 林丁丁身体柔弱 动不动发烧胃疼 所有人都心疼她 最羡慕林丁丁的就是何小曼 何小曼对生病渴望已久 因为只有生病 才能得到母亲短暂的呵护 有一次何小曼如愿以偿发起烧来 卫生员来测体温 小曼问多少度 卫生员说 还不知道 小曼着急了 说那你快看啊 卫生员说还看不清 小曼脱口而出 再不看就凉了 大家都不懂什么是凉了 其实不懂水淫源里的小曼 是担心自己的温度降下去 得不到其他人的注意和关心 何小曼的不可理喻慢慢被发现 她吃饭吃一半藏一半 躲着人吃藏起来的一半 一块很小的元宵 她也舔一舔再包起来 熄了灯接着舔 她把报纸垫在帽子里 装作长了个子 以至于直到靓衣绳上 多了一个缝了搓枣筋的胸罩时 大家都怀疑是她的 其实那不过是 每个女人的潜意识 少女对于女性形态的向往 但是在那个年纪 却被有意识地否定 好像谁主动追求 谁就可耻一般 被当众脱下衬衫检查的时候 何小曼流下眼泪 不知道是被冤枉的眼泪 还是被穷追猛打 即将全线崩溃的眼泪 泪流干了 她干脆咆哮起来 我没撒谎 对何小曼的歧视 很快蔓延起来 新舞蹈需要 一男一女组合排练 和何小曼一组的男兵 干脆罢工 不愿做动作 要求换人排练 被气坏了的老师 点名来换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 直到刘峰主动申请 何小曼一组 问题才算解决 大家对何小曼的作践 和刘峰的仁词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解散后 刘峰对何小曼说 咱俩练几遍 下次排练就走熟了 可能就是那时 何小曼对刘峰 产生了好感 所有人拒绝拥抱她的时候 是刘峰伸出了 轻柔的手掌 她很久没有被人珍惜了 哪怕只是短暂的肢体接触 也足够让人觉得温暖 不久后 刘峰下放伐木帘 也只有何小曼一个人来送她 何小曼对这个集体失望了 她受够了冷漠的大家 讨厌大家对刘峰的精神摧残 她感到悲哀 那种对自己身世和周遭一切的悲哀 悲哀是文人们对世界爱不起 恨不动的常态 之后 小曼因为女一号生病 而获得了一次能够跳女一号的机会 她不动声色地反抗 调包体温计伪装发烧拒绝上场 但是团长的关心和鼓励 让小曼放下了排斥 团长跟作为观众的退伍骑兵说 何小曼是全团最优秀的舞蹈演员 主角的光辉在她起舞时 笼罩了整个舞台 她的心渐渐柔软起来了 没想到 其实团长和卫生员 早已发现了温度计的问题 并决定不声张 演出正式结束后 团长宣布 送何小曼去基层锻炼 终于 还是在她抛弃这个集体前 率先被抛弃了 何小曼在短暂培训后 成为了一名护士 去了野战医院 中越战争爆发后 文工团的日子 在枪林弹雨里 渐渐成了遥远的回忆 中越战争结束后 何小曼和刘峰还有联系 大概是因为 他们都亲身体会了 战争和人性的残忍 刘峰又获得了阴魔会的邀请 但她拒绝了 大概是在二十岁那几年 她就把一辈子的阴魔会 都开完了 萧碎子说 刘峰早已经看穿 英明是不作数的 是不能用来兑换 真情和幸福的 战争中 她因为弹片 穿过了动脉血管 九死一生 对救护车的期待和等待 是她一生中最长 最苦的等待 比等林丁丁入党 还要更苦 但她等来的 不是救护车 是运送 给养弹药的卡车 刘峰已经奄奄一息了 连蚂蚁也闻着腥味 密密麻麻 聚集到刘峰受伤的手臂旁边 司机本是要 先送刘峰去医院的 但刘峰指的路 却不是野战医院 车开到了 最近的一个营地 等待弹药的士兵们 就这样 盼来了弹药 萧碎子说 不知道刘峰 是不是真的不想活了 也有可能 他高贵的人格 在兵死前 依然做出伟大的举动 刘峰拒绝上报的时候 关于何晓曼的报道 赫然出现 何晓曼在报告文学中 柔弱而倔强 坚韧而充满理想 把一个重伤员 背负十几公里路 背过山谷河滩 背过蛇蝎横行的丛林 背过敌人触摸的村落 从死亡边缘 背回人间 但他说真实情况 不是这样的 他和另一个男护理员 回包扎锁食 卡车误入雷区 驾驶员和副驾驶员 牺牲了 他掺着男护理员 步行了十多里地 碰到一个纪录片设置组 设置组 把他们送回了野战医院 一时间 到处都是向何晓曼 学习的横幅 他的照片 被公布在各个地方 那些他自己都认不出 是谁的照片 横幅像极了四岁时 小曼亲生父亲 被批幼青的横幅 小曼害怕极了 他在报告会上 拿着别人写的稿子 称赞自己时 终于爆发了 他撕了稿子 咕弄着 我不是英雄 我不是 人们说小曼疯了 把他送进了医院的精神科 刘峰在小曼病重的时候 看望过他 但小曼已经认不出刘峰了 来到精神科的第二年 小曼病情好转 大夫告诉他 他的丈夫牺牲了 那个他还没来得及熟悉的男人 二寸的结婚照上 两个人明显还很生疏 只是在小曼当护士时认识的男人 他漂泊一生的沧海中 遇到的可以歇脚的岛屿 崩塌了 多年后 萧穗子已经成了作家 开始记录曾经的故事 林丁丁来拜访萧穗子 两人一起来到了好书文家中住下 林丁丁已经结婚又离婚 二婚跟丈夫去了澳大利亚 丁丁的第一段婚姻生活算不上幸福 攀了所谓的高枝 自然也是受嫌弃的 当初那个舞台上的公主 被婆家嫌没有读过书 没有文化 处处遭排挤 生活把她的几分娇憨磨完 剩下一些难言的泪水 好书文到底是嫁给了那年开吉普车的所谓的表弟 改革开放后 表弟在全国各地做些生意 好书文自然是不愁衣食 但生活多少几分寂寞 这些年她信了佛 三个人谈当下 谈未来 都没了话题 只能谈过去 重复地谈 重复地笑 重复地自责 刘峰的事情谈一次就变一次 好书文觉得亏欠刘峰 欠了什么 她也说不清楚 好书文在海口遇见过刘峰 战争中伤了的胳膊 被截肢了 独臂的刘峰靠着倒卖盗版图书为生 在老家的妻子跟着别人跑了 虽然条件不如刘峰 但那个男人四肢健全 刘峰没跟好书文说 他在海口找了个伴 是个发廊妹 刘峰教他认字读书 他也规规矩矩起来 但后两年刘峰的盗版图书生意不行了 他又偷偷开始接课 刘峰翻了脸 发廊妹也搬走了 人性的弱点 矿定了我们自身 我们恨 我们无奈 但又不得不和自己和解 放过自己 我们无法惩罚自己 找不到那些根据 跟着批判他人的言辞 发泄出来 萧穗子这样回忆那段 对刘峰的批判 刘峰最终还是在生病时 回了北京 是肠癌 葬礼的通知是和小曼发的 小曼在刘峰生命的最后 照顾他 陪伴他 经历一场场化疗 让刘峰一生的悲谦 能够在一个女人面前 变成英明和伟岸 小曼说 他们不是那种男女关系 只是陪伴 但杂七杂八的感情里 谁能说没有爱呢 葬礼匆匆结束了 小曼想起那座红楼 他出道的第一天 有误 好了 听到这里 你就已经学会了 芳华这本书里的精华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 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学习 现在我再来为你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讲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成都某部队文工团理 青年男兵女兵 日常训练和生活的故事 在这个部分 好人刘峰 因为像凡人一样动情 犯下了所谓的错误 遭到了批判 那是特殊历史阶段下 特殊思想留给人性的摧残 包含作者深刻的反思 然后我们讲了 何小曼压抑的童年 和童年给他留下的阴影 以至于到了文工团后 他成为异类 对命运的反抗并没有获得成功 他最终在抛弃集体前 率先被集体抛弃了 许多人的童年和青春 都算不上美好 但我们也唯有自救 才能重获新生 最后我们讲了 林丁丁坎坷的婚姻 好书文忏悔的真心 以及小曼因为过度夸大的赞扬 精神出现问题 刘峰战争中失去手臂 看透英明的事迹 是不能兑换成幸福的 在生命的最后 和小曼度过了互敬互爱的时光 芳华这本书最深刻的意义在于 它不是一个讲述青春多么美好 人生各归各位的故事 它带着特殊年代的记忆 特殊历史的印记 书中主人公从对人性懵懂 到反思过往所作所为 最终在一代人的芳华尽头 一切得到了释然 命运虽一度沉沉浮浮 但不可辜负的 依然是令人热泪盈眶的真情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